我是觉得你们两个 但凡有更好的选择 一定都不会选对方 你们的爱情发生 仿佛是很快 是吧 两个人见面了 没多久就确定要结婚了 但是其实二位年纪 也都不算年轻 你们都是自己 对自己生活 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我不觉得那是基于爱情 基于互相欣赏 而是因为你们都认为 你们需要一段婚姻 你们希望搭伙过日子 他去了您那里了 您发现这个人来 不但没有帮家里解决问题 而且制造了麻烦 您对您前夫的嫌弃 是一直都在的 从您开始为他 做第一顿饭的时候 当您第一顿饭 都不知道妥协的时候 这个妥协是怎么讲 因为我是不吃辣的人 但是后来我生活 在吃辣的湖南 跟我一起同桌吃饭的人 朋友也好 同事也好 都会照顾你 说给你点一两个不辣的 如果是到他们家里去做客 他们的家人都会说 我不放辣椒 我说那你们吃辣怎么办 他说我们用蘸水 当您心里头有这个人 考虑到这个人 就像您 小孩是个婴儿的时候 你会给吃辣椒吗 我考虑他了呀 我就问你 婴儿你会吃辣椒吗 不会 对 这个就是一个 还用想吗 因为他不吃辣椒 他喝奶的 他要吃 我问他嘛 我说你要不要吃辣椒 他咋做你咋做我咋吃 做好了吧 他吃的时候 他又跟你挑毛病 他就这样 好吧 算你们有道理吧 可以 辣椒的事我们就这样吧 就算你心中有爱 是他不领情 好吗 那不一样 那不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